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与进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些什么样的经历 这个时间我们先上楼 跟他再好好的了解了解 大家好 我叫刘晓辉 84年的38岁 定居巴兰 身高163 目前从事法派访行业 工资不古典 无前作有 能养活自己 离异有娃 本期交友女嘉宾 姓名刘晓辉 年龄38岁 身高1米63 职业房屋销售 月收入5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 离异 小孩跟自己 因为工作时间比较勤线 大多数时候来都比较闲 所以养了很多宠物 有狗啊 毛啊 鱼啊 瓷味啊这些 然后平时下班的话 就是在家做了饭 然后晚上都是在外面去逛逛街 因为我们的讲本比较紧张 都是留下宠物之类的 然后离异原因是 因为对象是北方的 然后家庭各方面的一些 生活习惯有点不一样 因为家庭的其他人的原因 造成我俩的感情破裂吧 差不多就这样子离婚 没有其他的 还是外遇啊 小事那些奇怪的问题 然后抚养费的一些 有钱人全部负责 所有的全包 生活费是祖穿学费都给 也离异了那么多年了 然后呢 找对象那块也相过一些 但是呢都不太合适 因为家里面玩这些 对我未来来一般 要求也比较高 太差了的话 可能玩也接受不了 对于未来来一般呢 还是收要还是需要 他人品很好 因为这个年代 有责任性很重要 人品和人口的情况下呢 在身高啊收入啊 其他地方可以稍微 降低点标准 但是也不能太差 因为太差的话 二婚他也不得幸福 因为一个幸福的分音 经济肯定那块还是比较注重的 经济收入嘛 目前至少月收入 达到一万一上吧 然后因为家里面 家人都比较高 所以我还是希望领一般哈 稍微高点 因为如果太矮的话 周期感觉家人不太好些 至少一米七五吧 然后不喜欢抽烟 大麻将那种人哈 然后希望他就是努力工作 然后平时休息时间 配着家人出去玩 不要自己一个人出去 到处黄啊 大麻将啊 刷呀 女嘉宾的择务要求 一 最看重人品和责任心 二 身高一米七五以上 月收入一万元以上 三 无恶习 空闲的时候能多陪伴家人 根据女嘉宾的择务要求 编导也在凡人有喜的 货源资料库里进行了寻找 今天的男嘉宾 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会是女嘉宾心仪的类型吗 大家好 我叫何同亮 来自浙江 年龄39岁 身高一米七八 未婚 目前我在重庆从事安房设备的销售 大概收入的话一万块钱左右吧 本期交友男嘉宾 姓名何同亮 年龄39岁 身高一米七八 职业安房设备销售 月收入一万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大家一定很好奇 以我现在的年龄还未婚 其实我对感情方面曾经也有几段经历 今天的相亲能够一帆风顺吗 先来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哈喽 你好何先生 欢迎你来 起来到我的身边 你好 你好 紧张吗现在 有一点 有一点点紧张 能从你的表情当中能看得出来啊 来重庆还是有这么两三年了是不是 有两年多了吧 那重庆印象怎么样 蛮好的 美丽的城市嘛 这还挺喜欢的 所以也是打算就定居重庆了 有这个计划 我知道你之前其实好像是一直都是在巴南这一带工作 是吧 对 那应该说对这边是比较熟悉的 差不多吧 对巴南的印象怎么样 三美 水美 人更美 那这段路呢 熟不熟悉 就是有没有来过这一片 经常来这边散步啊 那应该还是说也是很熟悉了是不是 那如果说啊 未来生活在这一片地方感觉如何 满意吗 很惬意啊 很惬意 就还是比较喜欢的 对 那为什么会问你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今天啊 我们的女嘉宾就住在这个附近 哦 我看你走下前面提了一对 就说希望女方能够有房 是不是 这个也是最好的啊 也是最好能够有房 有可能是基于你目前的一个状况嘛 对不对啊 是这样子啊 你看女嘉宾呢 有没有看到 那边有一位穿了紫红色连衣长裙的 然后呢穿了一件白色外套的 那个呢就是我们的女嘉宾了 已经来到现场了 远远的看过去先说一下第一印象怎么样 还不错啊 我也喜欢上头发的 身材身高这一件呢 身高蛮高的 也挺高挑天系的 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对 如果说这个女生先给你的第一印象 我们以十分为满分 她能打几分 八分 八分 那还是不错的一个分数啊 那行吧 那既然女生也到了 你准备也做好了 那就我们走过去 然后你主动一点 跟她打个招呼 我们就见面认识一下 好的 好不好 行 去吧 女嘉宾你好 你好 很高声音乐视频 你这边您多大年了 你查一下呢 应该跟我们差不多 比我小一点吧 对对对 38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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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聊了 这边挺蛮好的 没事 刚才看呢 他们很多人 不好意思 我稍微打断一下 因为我刚才在旁边 我是听了一下 你们两个的一个 见面聊天 我觉得好像心想的气氛 有点点尴尬了 是不是 然后似乎两个人有点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所以呢 我不需要先出来打断一下了 我要先说一下男嘉宾 这一见面 第一个问题就问女生年纪 你这个真的是 平时是女生接触太少了 还是可能情商有点低了 你知不知道一般女生啊 肯定都不太喜欢啊 第一时间把自己的年纪暴露出去 对不对 你问就算了吧 也没关系 那你猜呢 人家让你猜呢 就是一个小小的互动 你可以实在往小一点去猜啊 结果你一来 就是 好 应该跟我们差不多 应该跟我们差不多 差不多 你知道吗 那女生能舒服吗 所以呢 我觉得我要提醒一下 我们电视期前的广大男性朋友啊 这个相亲特别机会 一来就问年纪 而且问吧 还是有方式方法的 懂吗 你不能一说啊 你跟我差不多啊 那女生能舒服吗 一般说啊 你看你貌美如花 像18岁小姑娘一样 女生竟然都高兴啊 是不是 那你这种方式才能好 才能够更好的 把我们的相亲局面 顺利的开展下去吗 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太多还是不错的啊 关于问年纪这块儿啦 我觉得倒无所谓吧 反正我都这个中年大妈了 是吧 不介意的 没事 要我们先在周边逛一下 那女嘉宾觉得这个方案如何 可以 因为看今天天气确实也挺好的 真是秋高气爽的 也不热 风吹着很舒服 希望两个人呢 能够高兴愉悦的 进行今天的相亲 好不好 进行 好 那你们两个自我发挥吧 远看的时候 感觉那个女嘉宾的年龄 可能要比我小很多 刚才心里都有点打簇了 但走到跟前的时候 感觉 跟 其实跟我刚才能说的差不多 她的年龄可能比我小 小一点 我对她的第一印象的感觉还可以 因为我身高163 然后穿了个高跟鞋 然后她看着比我还高一点 身高这块还可以 年龄这块 我不介意 但是 外观方面 对我的 还是有一定的落差的 外型还可以 主要是身高打标的话 看着都还行 其他的话 就要再了解一下 整体感觉的话 还是不错的 我给她打分在7分以上吧 满分10分的话 第一印象可以打7分 初见面虽然两人都有些尴尬 但都给对方打了7分 并且都表示 对彼此的第一印象还很不错 而接下来 两人也准备吹吹江峰聊聊天 他们的感情还能继续升温吗 反正就是很恶心很恶心的 背地里各种高小的 比电视连续剧还精彩的那种 常理来说她不会来打老我 因为她现在那个自己 她在浙江 我在重庆 她自己 还有两个小孩要照顾 我就只是希望 遇到事的时候 站到我这边就行了 因为我从来不找词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立东进补 来捏打虎 立东了 老年人要进补 咱老年人的肺 和咱们一样 老了肺功能变差 更需要好好补补 天一朗了 这老曼之老可爪 可就难过 这时候该补肺了 养无几补肺丸 帮你补强肺功能 老年人的肺 老曼之的肺 老推船的肺 立东都要补一补哟 立东开始补肺 补肺示范图肺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关注老年人 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 养无几牌中药补肺丸 每天两丸补肺 肺功能 我想问一下 就是39岁了 为啥还未婚呢 我算的 就是前一段 因为我在浙江 创业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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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重庆这边 从零开始 哦 然后你刚说你负债 这一块现在还负债吗 负债呢 刚开始呢 父母支持了一些 这近几年努力 努力呢 就是在这方面呢 基本上是清除了 所以这块的话 也不用担心 哦 那还好 对我们两个人 以后的就是不会有影响 哦 影响的只是以前 我目前在重庆 是住房状态 因为我的事业刚起步 估计在一两年之内 也是不计划 有买房的这个打算 你这方面 那个会介意吗 嗯 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卖房子的 哈哈 对于房产这块 大开抖 哦 那到时候 只要你买房 还可以优惠了 我介意没房 因为我自己有房子 哦 然后 我自己做房产销售 这一块 觉得买房子 并不太难 男嘉宾没有住房这一点 我是真的不介意 因为我自己也有房子 现在的话 也没必要纠结这个问题 因为只要努力的话 买房子也不是问题 目前我在重庆这边的话 大概收入的话 说多不说 多 大概一个月的话 万把块钱还是有的 嗯 继续下去的话 只会 目前状况看来的话 下去的话 只会多不会少 哦 你是自己做事情的哈 对 对 我现在自己做那个安房设备 这块 就好像你们小区 进去的那个门径 门径啊 对 还有那个区牌识别 这块 哦 那还可以 我觉得女嘉宾 不会咄咄逼人 很散解 那个就是很理解人 这方面是我最欣赏的地方 对于男嘉宾 目前暂时没有住房的情况 女嘉宾是表示 并不介意 这也让男嘉宾对女嘉宾好感倍增 两人的匹配度也从百分之八十 上升到了百分之九十 但接下来 两人也是聊到了小孩的问题 未婚无小孩的男嘉宾 能够接受女嘉宾的孩子 是跟着他自己的吗 我的话是离异带娃哈 好 介意吗 像你这样一个人带个娃也不容易 那经济压力这方面大不大 还好 就是前任会养孩子 我就主要看着 平时也是我爸妈看着 因为我们家比较多 现在没有住在这边 但是随时也会过来 然后他爸那边也还可以 所以他也随时会去 就相当于共同养小孩 那你等于说现在 你父母也在包里带娃是吧 对 那还好就是各方面 压力也不是很大 对 那你跟你现在的前任 就是还保持有联系吗 哦 还好 现在像普通朋友吧 哦 毕竟是孩子的父亲 是吧 也不可能说像仇人一样 我们那时候还是比较和平的 所以呢 除了没感情 其他都还好 那男嘉宾会建议我跟前任有联系吗 那这个联系的话 就看是怎么个联系方法 联系 就是为了小孩联系呢 还是平常也会有那个 其他的联系 虽然我不介意女方 有过婚姻经历 但我很介意 藕断失联 哪怕是为子女好 如果私底下接触的太多的话 我也受不了 呃 大多数都是为孩子方面联系吧 嗯 行时都或啊 反正现在就像普通朋友一样 也没有其他的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如果打个比方在你名下的 索性就是 不要跟 呃 南方就是 呃 就南方就是 不要有太多的圈子 要么就是 我们共同抚养 刚开始说 有点介意哈 就是跟 孩子爸爸的那种接触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哈 我可以不接触 但是孩子这一块儿 可能是不行的哈 我没办法剥夺孩子 跟他亲生父亲的相处 毕竟学员关系嘛 对吧 为了孩子健康成长 就是孩子喜欢在哪边待着 喜欢在哪边都可以 这点的话 嗯 我希望男嘉宾能理解 打个比方 我们在一起了 肯定是还要那个 心天一个的 呃 生孩儿啊 毕竟年龄大了哈 高龄产妇 可能有的时候 也不太想生孩子 哈哈哈 对不下去 哈哈哈 其实当女嘉宾说 不想生孩子这一段 其实我是接受不了的 如果她坚持不生 我觉得就 没有必要再聊下去了 你担心了这个 嗯 我也很理解 毕竟跟你说的高龄产妇 反复这一块 但是呢 我还是感觉就是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应该要有自己 两个人 共同的结晴嘛 对 汉理论是这样子 这个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嘛 是吧 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 对 这个反正目前我们 大家也是简单的沟通 对自己一个 就内心想法的表达嘛 关于生孩子这块呢 原则上是不太打算生孩子 但是呢 如果哈 未来那一半是个未婚 没有孩的话 也是可以考虑的 经济基础如果达标的话 也是可以生的嘛 我看女嘉宾其实的态度也有所松动 如果她说了以后可以考虑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触一下的 关于老了之后要回浙江这一块的话 因为我有点纠结哈 毕竟我在这边生活 然后那边的人说话 我估计听不太懂 然后生活习惯这些也不太一样 我刚才表达的意思呢 就回去打个地方 你如果不愿意的话 我们在重庆到时候也有房 我本来在浙江也有房 可以在这边住一段时间 再回浙江住一段时间 反正小孩大了就是 我们也可以自由了嘛 整个聊天过程 男女嘉宾通过真诚的沟通 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 那么在她们各自的心中 是不是就真的没有任何疑问了呢 我看刚才两个人 在江绵绵散步的时候 聊得还是比较愉快的啊 那同我刚才聊天呢 我们的女嘉宾 就可能有两点自己的疑惑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呢 当着双方的面 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然后我先说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因为 女生过去的婚姻经历 当时为什么离婚 有很大的程度是因为 可能有一个地域方面的差异 一个是甘肃 一个是重庆 对不对 一些人文呢地域上面呢 它会有一些思想上面的差异 而她本人呢可能跟她前夫 本身两方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更多是出现在了她和前夫的 亲戚方面的矛盾 最后呢就导致了她们的婚姻破裂 这个问题其实呃 刚才我们已经间接的回答 就好比呃 因为我现在是在重庆呆的 所谓不存在的跟我们呃 跟我的亲戚有过多的联系 那呃至于呃等老了以后回去 我们基本上呃就是我我跟父母 也分开住了一般的话 也接触的也不多啊 就这方面应该是不是问题 但是始终啊如果说你要是 再成立家庭 它毕竟是一个家庭 不管是小家庭还是大家庭 它是一家人 嗯不可能说一直没有联系和往来 对不对啊 那如果说真的遇到了一些问题 你会怎么来处理 这个没办法 只能两边讨好吧 嗯 就只能就是在父母的那边 讨好父母 在老婆这边讨好父母老婆 啊 反正你至少不会让她去难做 是不是 对这个这个 做男人呃必须呃必备的嘛 对对对 但是呢因为人与人之间 都始终有矛盾嘛 而且也不是说谁对谁错 那个立场不一样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一点偏差 我希望就是遇到这些事的时候 站到我这边吧 其实我很懂道理的 但你觉得她这种处理方式 是不是你能够接受的方式 或者你觉得这种方式怎么样 有点悬 有点悬 因为我之前那段也差不多 其实我们也是在另外一个城市 然后她前 她们家那个姐姐 是从她们那里来我们这边 一个月不到就把我们拆散了 就那么厉害 一个月 对因为相当于她也不是在我们这边 她们一直在她们老家 然后她因为一些事 她到我们这边来了 然后就出了一些问题 然后我当时也说 让她姐姐姐回家了 然后反正就没有回 也没有走 反正就是东来西来的 反正前后不到一个月吧 然后就把我俩吵得 就直接散伙 就那么夸张 也太夸张了 你们的婚姻一个月 就因为一个外人就拆散了 对啊 然后她对 就她姐清洁 但是会不会是 在你们的过去当中 你们的婚姻本质就 现在一些问题 没有啊 现在都没有问题啊 那怎么会一个月 如果感情有 有一个很拙的姐 很拙的那种啊 就是那种 反正就是很恶心很恶心的 背地里各种高小的 比电视连续剧还精彩的那种 然后就各种问题 然后就是 出问题之后嘛 就还是跟前任协商 我说你让你姐 还要回家回家啊 不要做到我们一起 又做一些问题很多 因为她各种找词 你知道吧 然后背着你这样也说 那样也说 就很烦那种 然后反正她是这么说的 她说她姐跟她从小党大的 然后怎么怎么的嘛 就是好像她选择她姐了 然后觉得好像我跟孩子这些 无所谓吧 就那种给她那种感觉 当时就那一瞬间那种感觉 然后觉得无所谓 就无所谓呗 然后咱们就分了 反正就差不多这个样子 你也听女嘉宾的一个答复了啊 也就说明她内心肯定 还是有一些顾虑存在的 对不对啊 怎么办呢 我这边的话 其实主要是还是看我姐姐那个 就是我姐那个生活的话 她常理来说 她不会来打扰我 因为她现在那个自己 她在浙江 我在重庆 她自己 还有两个小孩要照顾 哪有时间来管我这个弟弟啊 她可能指的不单是姐姐 就比如说 她只是举例说她前夫姐姐很多 大家不是说你姐姐也那样 但是哪怕你姐姐很好 她的顾虑是 有可能你家别的亲戚 会不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 我除了我除了亲姐姐外 能管得了我 其他的那几个 基本上是被我管的 我就只是希望 遇到事的时候 站在我这边就行了 因为我从来不找词 对吧 所以说大多数出问题 其实也是她们挑的 这个你觉得有问题吗 能不能做到 这个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这个是基本的呀 至少我在你面前 会支持你的 一番真诚的沟通后 关于跟家里人相处的问题 总算是得到了解决 但接下来 男嘉宾却突然提出了一个请求 而这个请求 也引发了后来 一系列的矛盾 要玩的地方 当然要舒心一点 本来房子也不大 然后会搞得家里 有点乌烟瘴气 因为这个事情的话 还都是老地混蛋 还别的还都宅 我觉得如果说 还有那种习惯的话 哪里可能要好生 考虑好 本节目由OTC国药准自豪 福禄康牌熊胆粉 独家冠名播出 肝 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 承担着代谢 排毒 和造血的重要作用 熊胆作为传统的中药材 对肝好 这是福禄康牌熊胆粉 但这冷链保存 令下40度超低稳动肝成分 充分保留有效成分 一天重复一次 清热 明目 又平肝 中医认为肝活旺盛 容易导致口肝咽喉痛 眼睛红肿痛 降肝活的过程就是平肝 福禄康牌熊胆粉 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 清热 明目 平肝 对肝好 长聚会 咽喉痛 用OTC国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肝好 眼睛肿 眼睛痛 用OTC国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肝好 对肝好 有福禄 有福 有路 有健康 福禄康牌熊胆粉 福禄康牌熊胆粉 本节目有OTC国药准字号 福禄康牌熊胆粉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有OTC国药准字号 福禄康牌熊胆粉 冠名播出 福禄康牌熊胆粉 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 清热 明目 平肝 对肝好 长聚会 咽喉痛 用OTC国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肝好 眼睛肿 眼睛瞳 用OTC国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肝好 肝好 有福了 有福有路 有健康 福禄康牌熊胆粉 听说女嘉宾 就住在这附近是吧 就在旁边 可以冒昧地问一下 可以参观一下吗 不可以 感觉不太方便 家里很乱 男嘉宾提出到我家 去看看的时候 我拒绝了 因为正常来说 也不那么熟 刚刚见面 去家里的话 总感觉不太好 也不太方便 然后如果有缘分 相亲成功的话 去看看也可以的 正常来说 都是女方去男方家 先看看 女嘉宾的意思就是 有没有可能 先去你家里面看看 我这边的话 其实一个是我 不是自己的房子 而且就是租的房子 等以后 买房了以后 欢迎女嘉宾来参观 那个男嘉宾刚说 是因为太乱了 所以说不方便让你去看 介不介意 不介意 还是想去看 还是想去看 是不是 那这样吧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还是想去看呢 看看生活环境嘛 还是可以了解一个人的 生活作息这些 那这样吧 男嘉宾 昨天你应该是给我们 发了几张 你家里面的照片 是不是 我们跟女生看一看好不好 可以 真实的还原一下下 这是第一张 这是客厅 这客厅上面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吃的面包啊 小的那些 这零食 这零食一箱嘛 然后上面还有各种各样的 你看啤酒瓶 你的水杯 是不是 来 这主要就是客厅 我的天 你这瘦一点点乱 这简直就是 特别典型的 男生的单身公寓的样子 本来就是单身公寓的 再看一下 怎么了 打麻将吗 对 平时打麻将吗 有个麻将室 对 麻将室 你房间多大啊 整个房子 我也不知道 那个单层面积 可能就四十多一点 应该是 然后你还有一个房间 是单独的麻将室 对 本来是在中间那个麻将 因为没空调 所以把那个床拆了 我发现个问题 其他房间都很乱 为什么麻将 是这么干净整洁 打麻将打麻将 那麻将是打干净的 但是我发现不是 你看你除了麻将干净以外 你整个房间 对 地板你看 也没有多余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地板也很干净 要玩的地方 当然要苏醒一点 是吧 是经常打麻将吗 偶尔吧 也是晚上打 白天也没什么时间打 多偶尔啊 就是每周 会有几次的麻将时间 周五周六 应该都会打吧 是跟朋友 对啊 还是麻友 应该是麻友呢 麻友 对 就是来重庆头认识的麻友 是不是 对对对对 然后邀请到你家里去 因为外面太吵了 然后关于男嘉宾那个麻将桌 这块 事真是也受不了 本来房子也不大 然后又摆一个大的麻将桌 重点是还把牌友带回家 会搞得家里有点乌烟瘴气 男嘉宾的出租屋 所有的房间都异常凌乱 可偏偏鸡麻房却舒适得非常干净 这也让女嘉宾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聊天过后 她也是给闺蜜打去了电话 闺蜜的想法会影响女嘉宾的态度吗 喂 喂小玉 小玉啊 你好 我刚不相亲嘛 然后遇到个男嘉宾 然后她要搭麻将这个事儿 你搭搭麻将啊 对 她搭那个平均高不高吗 经常会搭麻 休息的时候好像多少搭吧 休息的时候啊 是每个周末休息都要搭麻将啊 对 那有点 是不是她的音还有点大哟 对 搭麻将的时候 然后她们家还有个麻将司 然后都会把牌友喊到家里面来 哎呀 那基本上每天都整得乌烟瘴气的 她那个麻将司 收拾得怎么样嘛 看起来 麻将司看到是天天都在搭那种感觉哈 其他房间没让收拾啊 对 那她那个完全感觉还有个心思 是不是都是在麻将高头 她搭的大不大哟 哦 这个没有问 但是天天搭麻将 然后都喊派友在家里面的话 我觉得还是黑老虎啊 哎呀 我觉得这种都要考虑了 你晓得以前我那有几个朋友也是那种啥 天天都打麻将 而且到最后因为那个音大 还要骗了几十万呢 对对对 晓得是啥这些 对 黑多家庭都因为 嗯 因为这个事情的话 黑多的老离婚啊 还背了黑多债 我觉得如果说她有那种习惯的话 而且是每个周末都休息都在打的话 那你可能要好生考虑了 那她除了这些人的话 其他那些货方面 其他方面条件是怎样啊 她收入高不高啊 收入还算正常吧 她是自己做事情 也还可以 哦 有语完美的吗 有 还是有 哦 那收入还是可以 但是都是那个习惯 要不你再问一会她嘛 她嘛 她如果比如说 如果说你以后在一起了 她能不能比如说 这个频率降低一点啊 或者能够看她远不远 为了改变嘛 我觉得可以再问一会儿 好 我等会儿问一会儿吧 看能应该是 你再问得我详细一点嘛 或者说你比如说 无论孤单啊 或者是然后 比如说你不说在一起了 以后我可以去 其他事情 不一定不要打麻将 不要跟她去拍游婚在一起啥 哎 对 我看一会儿嘛 能看能不能 商量一会儿 你不说话的余地 要得 你再了解一会儿嘛 你到时候这个 想完了之后再跟我说嘛 哎 好吧 我刚给我闺蜜商量了会儿哈 你这个大麻将这个事情 有没有可能以后 糟大或者独大 这个如果 我现在主要是一个人单身嘛 没事 就有时候也就无聊嘛 所以找几个人陪我一起玩嘛 到时候打个比方以后 我们在一起了 有人陪我一起了 那肯定也可以 这个又不是必需品 哦 那你们打多大呢 纯粹就是娱乐的这个玩意儿 就两块钱 不是二十 哦 打两块 消磨时间哈 对 哦 至于你对于麻将这块呢 其实你可以那个放心 因为我们打的啊 就刚才说了 我们打的很小 就两块钱 出路也就是百八十块钱 如果真要赌的话啊 也不至于打两块了 甚至二十甚至两百多会打 是吧 总是我不太喜欢打麻将的人 那种哈 特别是你这种 天天如果叫家里的话 反正是挺恼火的 这个倒不至于 这个反正就是 我刚才说了 只要那个 真的是两个人在一起了 那做的事情多了去了 也不至于会 要去天天打打麻将了 是吧 本来我看着他 是把牌友都叫家里去打 以为就是那种打大麻将的哈 每天就不正业那种感觉 然后呢他是告诉我 他就打个两块哈 然后呢 如果跟我牵手成功之后呢 他也可以考虑不打麻将 然后带走出去玩啦 找做点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这点也还是可以的 态度非常好 希望他能够说到做到 怎么样 刚刚打麻将的这个问题 解决的如何啦 哦 还行 麻将问题没有过去 没有了 是吧 问题解决的差不多了 OK 但是我过来是在找问题的 因为呢 现在是我们的百宝箱的环节 需要你们快问快答一个问题 好不好 OK 那我开始抽咯 你们这个年纪结婚 是喜欢重要 还是合适重要 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会来问你们啊 是因为到了这个年纪 对于你来说你是在婚 对于男嘉宾来说呢 是走入婚姻啊 但是呢 两个人其实都是到了 接近中年的这个年纪了 肯定也不是说二十几岁的那种 小姑娘或者小伙子 情络初开的时候 会有一些冲动啊 不是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理性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说呢我们想问一下 到这个年纪 你们选择另外一半走入婚姻 究竟是合适重要 还是喜欢重要 我觉得合适重要一点 为什么呢 光喜欢的话 它会有很多矛盾 后期处理起来很麻烦 但是合适的话呢 虽然说可能没有那种 心动的感觉 但是生活到后期啊 它会像亲人一样 生活起来会简单 舒适一点 那你会不会担心 如果说是没有感情的话 两个人也没有办法长久 也可能 就是人家都说感情是基础嘛 女生还好 女生基本上就是说 谁对她好的话 她会爱上那个人 就是也是后面的 所谓的亲情差不多 就是你会不会感动去买单 对对对 好 男嘉宾呢 我感觉还是喜欢重要 喜欢重要 对 就最基本的一点 你如果不喜欢她 你跟她在一起混 肯定会感觉不自在 肯定好像缺了什么一样 肯定时间久了 肯定会那个 就是有逆反心理嘛 其实这种 像成年人 现在很多就说了一句 成年人不做选择 你要在一起 首先你是要喜欢 但后来呢 会更倾向于是合适 但你如果连喜欢都没有 你这个前提都没有跨路的话 你哪来的合适 她那个也是选择合适的人 只是始于心动 但是还是选合适的 其实跟我的观点差不多 只是我是先挑条件合适 然后再相处是吧 她是说先看着心动 然后再来了解 然后还是发现不合适 其实也要分一样的 只是顺序有点颠倒 我们现在呢 已经从江边边来到了 女嘉宾家的楼下 那今天最后的结果啊 是否能够是一个 令人满意的结局啊 也取决于你们两个 之后的选择了 我也希望如果说 今天能够亲手成功呢 因为刚男嘉宾提出一点嘛 想去女嘉宾家里面参观一下 那不知道一会儿如果说能够成功的话 是否有机会啊 就是完成刚才男嘉宾的 这一个请求吧 好不好 OK 现在我们的选择时间就要到了 一会儿呢 请男女嘉宾背对背的站着 如果说愿意选择牵手成功 给对方一次深入了解的机会 那么在我数三升之后 同时转过身就可以了 如果选择牵手失败 则直接离开 好人游戏 我来等你 关注老年人 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 养屋鸡排中药补肺完 每天两晚 这一会儿不太多 还是可以为了解 好人游戏 不用等我 你看 好人游戏 这边 失败了 我们有没有 也不太强 好想我 最后熟悉 好想你 好想你 记得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